果然不说话才是血眼帮最好的一美 没想到王传军王河帝也逃不过暴改 终于知道弟弟猴旗帅哥是怎么来的了 不能说太像只能说简直一模一样 满眼父爱金色猴老爸和闪亮亮大眼金色猴小宝 有那味儿了 我就觉得他就是这猴子 据说前往都在说王河帝是不是王传军儿子 我再说一遍 我把王传军当兄弟 你们不要把他当成我爸爸 王传军离开了桃花雾还要带吧 被这些粉丝笑拥了 竟然逼个胆道贴脸开大到奇高高梗 首先谢谢腾讯视频 哥哥奇高高 起来 起来 严重怀疑你小子整晚等的就是这一下 送陈在星光大上唱屋顶着火 刚上台王河帝就兴奋起来了 接着你小子再会一次 不要忘了你是野人之爱豆 就算我爱打球爱运动那种 那不就是王河帝吗 我觉得王河帝帅的 是不是我是不是脸特别窄的 对对对 难道我从这张脸没别的了吗 干嘛 弟弟这人帅 等会儿我再看看 万素50.5 小胡说自己是个爱人不是兄弟 你看什么国际玩笑呢 我典型的天津爱人呢 你是爱人 我是爱人 几年前他17岁的时候 他那个嘴我都插不上话 我老说话 有活鲜续在的地方 饭吃人都显得安静多了 我属于内娱四大型眼包 但语一抵死绝对不在话下 乖乖的公司要把无线续独亚 不说话的小孩哥简直帅到我了 弹针自帅吗 用去捎换的 本以为两个帅哥做一起很养眼 没想到是来搞笑的 王家尔谈电磁默契点头 谈电磁 这个内娱就没有我不能闹的 台下和王家尔一直在聊 幕后遇到无垒直接开了 和小明哥砍一会 聊完再看看 横东军 蔡文静这边追出什么 甚至连超级是很诚意 他也能和他聊很久 谈电磁出道早进屋之后 遍地都是熟人 甚至是很熟悉的